其實方法很多種 PDF當然也是我會用 只是要看我們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先把這個叫出去 先出一份圖出來 我選圖子 這個圖子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就是找到自己的圖說 去抓起來 然後分類 你剛剛說的可以分割圖說 其實我會直接用分類 我不會用PDF去處理 我會直接這樣分類一次寫好 譬如說我現在不夠選 我把它變成是我們另外一個 這地方是P的這個 這個對我們來自警報圖說 就會寫警報圖說 所以我直接直接抓去 警報圖說 按確定我先把它輸入去 那輸出的時候 它會一張那張跑 也就跟列印一樣道理 那PDF的時候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邊輸出邊轉檔 就是它這樣出出來的檔名長啥樣 對阿 我就要跟你們看 因為你們應該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估計 大家都用列印的方式做什麼 對阿 我以前都不是這樣貼的 我跟你們講 我這樣做的就是蠻好處理的 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只有在做報告的時候 因為它必須要貼到報告書裡面 所以我就會做這筆紙 你看喔 它現在就是這樣處理 它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一張一張 喔 它是全檔名 對 按照圖紙 所以 我的檔名 在分類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看到 所有我寫的名稱 對 那PDF的做法 它是一個檔案嗎 沒有阿 你可以分開一個個 對可以分開一個個 我就說 像這樣子 我們像這個圖案 這個內容就是像這樣 那因為 我們是雲端作業的 所以雲端作業的方式 我其實在Driven上 看什麼東西 看什麼東西 是不用下載什麼樣東西 就可以看了 就可以直接看了 對 圖片是最快的 而且除非單一張圖片 也就是幾MB而已 一個PDU 你存在多大 幾十MB跑不掉吧 那你最算分割好 你也是幾個圖塊 合在一起 幾個圖檔合在一起 所以我都會選擇這樣 然後同時間 你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要給不同人用 譬如說 假設前面這一區 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我就在那邊合併PDF 就好 這個是什麼 我如果合併PDF 就好 它會找 我就可以直接找成一個 東西去做 但如果今天不是這樣的話 我就 沒有辦法做這個動作 也就是我 我其實會用圖片去反推回來 去做這個動作 而不會用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就像這樣 我會這樣做 合併一個檔案 那個存個檔案給自己 然後譬如說這邊的 或者是像這個給證據的 存一個檔案 合併一個檔案 然後直接合併成一個名字 再除了這個是 再除了這個是 然後 大概可以這樣子 那它就出現一個獨立的PDF 而且 用圖片輸出出來的圖 也沒有什麼是真的 也是清楚的 所以大家可以實驗看看 在那裡 總那就是 你 剛好 那還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